全世界现在都在担心通膨的疑虑 如果物价持续上升 如果在这个通膨的趋势成型的话 那在台股当中所谓的抗通膨概念股 传产股当中反倒会冒出头吗 对我觉得目前但涨价题材 我们刚给大家看过 那每银每年的投资时钟 商品我觉得还能够撑住一段的一个时间 所以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 当原油的价格在涨的时候 很多的一个化线原料 缩化原料同步有所谓的报价上涨的一个期待 那在这个上个礼拜里面 台股在这个大牛股里面 远中心表现相当的亮眼 主要原因在于说 因为在中国的PTA期货 从这个他们的一个新春开放盘以来 短短大概4到5个交易日 涨了快要两成的一个水位 甚至在礼拜五全球股市大幅度拉回过程里面 其实PTA的期货还创了这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拉回幅度也拉得不深 也代表说目前在这个市场资金都往这些涨价题材 往这些商品去做一些布局的动作 这样的情况 但是对远东心我觉得 第一个报价可以看到上涨的一个带动 所以带动在远东心上礼拜股价 出现了一个突破 前波高点的一个发展 那你可以看到股价在这个波段的一个上涨的一个动能 在最近这个礼拜四礼拜五两个交易里面 都出现了一个爆量的一个走高 礼拜五虽然说有做一个小度的拉回 但整理上并没有跌破那一根礼拜四红K棒的一个中值 那也代表说其实它整个多头趋势还是相当的一个明确 那远东心的题材在哪里呢 除了PTA期货的一个报价上涨 另外远东心刚好在2021年 大陆跟这个东南亚有一些所谓PTA新产能全面性的一个上限 所以预估说光PTA它的一个产能比2020年的一个增长幅度大概有三成以上 所以涨价加上产能的一个上升 所以我觉得当然也是现阶段看起来股价能够维持强势的一个条件 而且它股价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虽然说出量的一个走高 但把时间拉长 换成所谓的一个周线的角度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打了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类似周线的一个底型 即将要突破前波的一个所谓的大涨的一个高点 所以这样的情况假设代表说 之前大概在2019年的一个高点一旦突破的话 它就完成两年大底型的突破 那当然未来我觉得就会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那当然主要观察还是在说 不管你看油价 不管你看PTA的期货 只要这两个商品的价格并没有明显的走跌 我觉得它的一个多多趋势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第二档股票可以看到是在这个中租的部分 那大家会说中租 第一个它股价在上个礼拜创了历史的新高 但在礼拜尾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 我觉得这拉回也算是情有可原 因为毕竟涨这么多 而且法人买了这么多的一个股票 上个礼拜我搭到货 我觉得也会让它股价有一些拉回的空间 但中租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涨价题材的概念股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 直率走升的一个题材 原本对金融股就是所谓的一个 利差扩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所以直率一旦走高的话 你看美国也在涨金融股 台湾金融股最近也出现同步的一个走高 所以如果说未来我们刚刚看到的 利率走高是一个大趋势大方向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金融股它股价相对低迷的一个情况 就能够做一个大幅的改善 那中租在这个金融股里面表现又特别的突出 因为它去年这个大金融股 基本上大家看法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乐观的时候 它的一个获利沉降就已经交出相当亮眼的一个情况 那今年其实在疫苗施打底下的话 对于它东南亚业务我觉得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溢注 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在基本面 在整个利率报价的一个题材带动底下 但我觉得今年它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期待性 那股价在这个创始高之后 最近在上礼拜我虽然说有一些拉回的格局 但我觉得关键还是看到 整个外资只要它的资金不要太大幅度的松动 也就是说你不要看到外资连迈的三天五天 股价跌破的月线关卡 我觉得在这边拉回都还可以考虑做一个逢低的承接 那最后可以看到 我们刚刚提到了全球可能会从所谓的一个 成长型的股票转到价值型的股票 那对很多在买ETF的人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那到底价值型的ETF有哪些 其实我觉得简单去看美股的三大ETF里面 像美国的道琼指数 其实在上个礼拜美股表现里面 它还在创历史的新高 也代表说其实因为它科技股成分比较低 而且未来疫苗解封经济 或是说整个一个利率走高 对它很多的成分股其实是正面的一个加分 所以股价我觉得在这个波段来看的话 整个美股的三大ETF里面 它反而是可以特别留意的一档标的 那股价算说在上个礼拜五 同步因为美股这个拉回的格局里面 它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小跌 但你可以看到整个一个股价 基本上多方的架构 我觉得它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所以后续就可以留意到 假设我们真的面临到的是 未来利率不断走高 整个资金都开始卖高科技股 转进所谓价值型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美国的道琼ETF 也是大家可以未来留意的一个标的 刚才讲到原物料的行情 现在开始收到了资金的青睐 所以很多的传产股的确在上个礼拜五 台股大跌的时候 还能够维持一个相对抗跌 甚至领涨 但不要忘了 所谓的原物料上涨 其实也是有一些电子股相对受惠的 建成 我想这一波因为 大家知道正好这个公赛值率率往上飙高 所以你会发现说 这个时候的选股 我们就比较建议你要着重在低本益比高值率的个股 避免去追买这个高本益比的 那在这边我提供几档给各位做参考 第一档是关于这个梁维 那梁维呢 其实在它去年的EPS大概有来到4.5左右 它其实是苹果 苹果的主要的这个线材的供应商 还有我们知道在iPhone 12呢 它这边开始使用这个Type-C的这个接头 所以它在去年开始就已经在出货 苹果iPhone的这个Type-C的这个线材 那以它的这个今年呢 预估呢 因为在加进这个iPhone 12的这个营收的贡献 所以以梁维来讲 它今年的成长动能表现还是不错 那今年预估呢 应该还是会有EPS有到6块 那它去年梁维大概配了3块半 所以殖利率以它今天的股价来讲的话 56块附近其他本一笔还是算蛮不错的 那第二档股票呢是这一个泰鼎KY 那泰鼎KY呢 它是我们台商在这个泰国的第一大的PCB厂 那它的重点在于说 因为正好中美贸易战这段时间 那它的因为厂是在泰国 所以反而受惠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转单效应 它的营收占比里面呢 是以这个电视面板居比较多 那我们知道最近的这个电视的出货 非常的这个整个营收出货大增 所以也贡献这个泰鼎营收在电视占比的营收 也能够有比较大的成长 那再加上呢 它另外一个主要业务是在汽车版的部分 那汽车版我们也知道说现在车市开始回温了 所以在汽车版的这个接单方面的状况 也是逐渐往上成长的 那以泰鼎来讲呢 它其实在去年2020年的EPS大概估有7块钱 然后现在的股价呢 在上周五收盘大概71块 换句话说它的这个本益比只有10左右而已 然后如果说以这阶段 最近这个股市行情这样子的这样震荡呢 如果你要寻找这个低本益比高值率率的话 以泰鼎KY呢 它在去年的这个公布的这个股利呢 是在2.9 那因为今年有7块的获利 因为在前年它的获利大概是5块左右 那在去年有7块获利 所以我们预估它的股利应该 能够来到这个3.5到4块附近 所以殖利率也是相当的诱人 那最后一档股票呢 是这个茂达 那茂达是这个主要的业务 是在这个电源管理IC 还有这个功率IC 以及这个驱动IC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呢 在去年新冠肺炎以来的整个桌机 还有笔电的需求带动 整个风扇的这个 这个散热风扇的这个需求也都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茂达 它在去年也贡献了这个EPS大概有6块之多 那在上周三跟上周四的茂达 也是这个股价 因为投信连两天大买 然后突然大涨 从80过完年之后 80一路涨到102 那当然在上礼拜五的这个 跟着这个台股修正回来 可是它在今年呢 因为增加了 英特尔的这个 Comet LAC 这个伺服器的风扇IC 所以今年的营收 应该也有汇数的成长 大概有11% YOY有11% 那在EPS部分呢 估大概有到7块附近 所以这档的股票呢 本身它又有子公司 大中这档公司 因为最近的MOSFA也在喊什么 缺货涨价 所以受惠这个大中的效益呢 我想当贸达这段时间 真的跟着大盘 拉回的时候 各位也可以留意这档公 各股 所以虽然这个台股的大震荡 的确让很多的投资人 持股心惊胆战 但是空手的投资人 反倒开始在等 什么时候是一个低阶的时间点 那尤其是像刚才三位来宾 也特别谈到了一些投资组合 高值利率的概念 如果这波的股价 刚好压回修正 值利率的空间 不就浮现出来了吗 而这会不会是 接下来三月份的选股焦点呢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再来追踪